中国元年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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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的新生 中国元年万岁 今天上午 美方人员按照中方要求 撤离总领馆 美国驻成都总领馆闭馆 中方主管部门 随后从正门进入 实行接管 中方要求美方 关闭驻成都总领馆 并对其实行接管 是对美方 关闭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 并强行进入其管设 这一无理行径的正当 和必要反应 符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 基本准则 符合外交惯例 中美之间出现目前的局面 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责任完全在美方 我们再次敦促美方 立即纠正错误 为两国关系 重回正常发展轨道 创造必要条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